髮妝噴霧 其實我還蠻期待的 感覺會超級貼皮膚 很有氣質的顏色 小天水的聯名卡夾 他們竟然出了洗髮劑 10秒快速完妝 設計上面是有一點點反人類 嗨我是Bina 看到我後面的包裹 我就知道我今天又要來開箱公關屏啦 那跟以往一樣我開箱完之後呢 有多出來的東西我就會送給各位觀眾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囉 因為包裹眾多 我們今天就話不多說直接來進入開箱 我們先看到這個MAYBELLINE跟神的聯名禮盒 這個禮盒真的超級可愛的 我記得好像還是限量販售的 裡面就是有一支MAYBELLINE的索吻棒 還有一支這個叫做液態唇膏 他們的色號是66跟170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小天使的聯名卡夾 後面可以寫姓名電話 住址這種像行李吊牌的感覺 很可愛齁 這個66號的索吻棒我好像已經有了 因為我這邊還有一盒也是MAYBELLINE他們的 新色的索吻棒 這邊新色就有66、68、160跟67號 那這個很可愛的聯名禮盒 就送給你們好不好 裡面的唇膏我都沒有用過 那這個新色的索吻棒 我來刷色一下給你們看 這是66、68、160 然後這個是67號 我自己嘴巴現在刷的是68號 給你們參考 因為他們那時候剛上市的時候 還有一個滿額症的部分 是送了這個珍織帶 一邊是粉紅色一邊是黑色 非常可愛 這個也一起送給你們 然後我要說一下 有一些公關品啊 之前已經開箱介紹過的 我可能今天就不會再介紹一次了 就是還行各位常常都都包涵 然後既然我們已經開到MAYBELLINE 這是他們最新出的一個二合一的雙頭眉筆 它的小名叫做乖乖眉筆 主打的就是10秒快速完妝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公關盒 滿有創意的就是放了一個計時器 讓你可以自己挑戰看看 是不是10秒可以完成 那這眉筆我之前有拍過 我詳細的介紹影片了 它就是一頭是這樣子的氣墊頭 另外一頭呢是眉筆頭 然後它有一個首創的不斷型的筆細 我會把那個詳細的影片放在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 那因為我已經重複有了 所以這兩隻全新的也就送給你們囉 下一個我們來看到方曬產品 這個品牌叫做Supercook 最近有看到蠻多人在分享他們的防曬 那他們的防曬其實蠻特別的 有分好幾種款式 我這邊收到就有四款 第一個是這個 聽說他們最熱銷的一個沒有顏色的款式 它是SPF40 其實我之前有試著用過 但是我其實有點不太習慣它的質地 你看它不是那種乳液狀 它是有點偏向凝膠 就是很特別跟我們平常用的防曬乳不太一樣 而且你把它推勻之後 你會發現它是沒有任何光澤 就是它是霧化的一款防曬 你會覺得皮膚上面摸起來 是滑滑的觸感 很難形容 我自己是覺得它在皮膚上面 會有一層膜感 那個膜感沒有到很不舒服 但是你就是會明顯感覺到 你皮膚上面好像有一層膜 確實是會有一點不習慣 就是還蠻特別的 然後另外兩個是 一個霧面一個亮面的這個防曬 也是SPF40 亮面款跟霧面款都是有膚色的喔 看到嗎?是潤色款 然後這個是霧面款 很明顯看得出來它質地的差異齁 那亮面款就比較偏向我們一般用的防曬乳的那種質感了 那霧面款呢就會跟剛剛那個透明的感覺有點像 最後還有一個是高防曬系數的SPF50 然後也特別的大條 你看它這個的質地 就是像我們一般用的防曬乳一樣這種乳白色 就會跟皮膚融合的比較好 可以這麼說嗎?就是它不會有一層膜的感覺 所以它給我的這四條裡面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是這個最高防曬系數 好,下一位我們來看到這個 Intu You的Chorni 他們其實那時候寄給我的是他們 我記得是五週年的生日 所以我寄了一個像蛋糕一樣的禮盒很可愛 那它裡面有附了這個五支的唇頰兩用唇泥 那我自己有用過他們家另外一款空氣唇泥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另外哪一款 我覺得它的保濕度比較好 那這一款它可能為了要唇頰兩用 所以它的質地會比較乾一點 用在嘴巴的時候這個妝前的保養就要做得好一點 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家的調色真的是做得很厲害 EM1 EM2 EM08 是不是它的顏色都調的這種很有氣質的顏色 這個是EM3 最後是EM5 挑一支來擦擦看好了 我對於二號還蠻有興趣的 你看他們家的調色就是很好看吧 然後這個唇也是那種柔霧的妝感 就是很溫柔 再我們看開Beauty的新刷具 哇小卡老師他們家的刷具真的是越出越多 一支比一支還要專業 我自己也是有一整套 然後他們這次呢還有推出一個這個專業的刷具包 這個刷具把我打開真的嚇到喔 因為它裡面真的可以放好多喔 你看這邊先是一排可以放比較細的刷具 打開之後 哇這兩面都可以放 然後這邊還可以再放兩面你看 可以放超多超多刷具 這邊有一個拉鍊帶 還可以放其他的彩妝品 真的是一個超大容量的刷具包 那他們這一次呢推出的兩支粉底刷是 這兩支一支是F06一支是F07 非常專業的刷型喔 F06是這種扁頭的 然後F07是一個大斜角 這兩支的刷毛摸起來都非常的舒服 尤其這支斜角的我覺得摸下去的感覺很滑順 然後就是這樣子 感覺會超級貼皮膚 雖然我還沒有真的用它來上妝過 可是我覺得這個毛摸起來就超療癒的 然後這支扁的感覺可以刷出很薄透很薄透的底妝 下一位我們來看到房菜跟保養品 淨豆無瑕極效精華 這個我以前找痘痘的時候好愛擦它喔 因為它裡面是有水洋酸嘛 所以就是對痘痘有一定的幫助 還有一個是它的極效三重酸換膚精華 也是針對痘痘粉質去做改善的保養品 那這兩個我覺得會比較適合油性肌膚或是有痘痘困擾的朋友 還有兩個就是比較適合乾肌的 像是這個多榮胺舒緩濕潤乳液 就是這瓶 它的滋潤度是比較高一點的 那這一個呢是一個抗油光防曬亮白乳 就是防曬乳啦 SPF5之家的防曬系數 是主打零油光的應該會蠻適合現在夏天用 我來看一下它的質地是這樣子 乳白色的 然後這樣推開之後 也可以發現它真的完全沒有油光耶 是很清爽的 這個我應該會蠻喜歡的 然後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品牌 它叫做 那他們這個冰激濃縮精華好像換了新的包裝 他們之前有寄過舊版的給我 可是我覺得它的包裝實在不是很方便 就是它是做的這樣子一個針管 可是它裡面的精華液又是很吸的那種 所以呢 你在使用的時候就是會需要把這個針管倒過來 然後把這個拔起來 然後再擠然後再把針管什麼倒回去 然後只能這樣不能倒放之類的 就是我覺得它設計上面是有一點點反人類 它這次換了包裝之後 我以為它是改了這個D管的部分 結果好像也沒有 它只是換了包裝的顏色而已 它的使用方式還是一樣的 那裡面的東西好不好用我是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它使用上有點麻煩 所以我是沒有用過 但是就是蠻特別的 那他們還記得另外一個 這個同系列的維他命冰激亮白乳霜 是做這樣子有凝膠跟這種乳霜一顆一顆在裡面 給你們近看一下 是長這樣子 在挖的時候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要多少乳霜多少凝膠 然後去混合還蠻有趣的這一系列保養品 我這一組要不要留下來用 我再考慮一下好了 反正如果我後來決定沒有要留下來用 我就是會再送給你們 下一個我們來看VDVC好了 VDVC我之前有跟他們合作過嘛 專業彩妝老師的品牌 改歲出的商品就是非常的有質感 之前我開箱的是他們2號色的眼影跟腮紅 他們這次又寄了1號色的來給我 他們這個眼影呢 就是粉質非常的綿密 然後畫出來的妝感很專業 欸我突然發現後面這個人好可怕喔 會這樣子盯著我們看 要拿個東西把它遮起來啊 不然這樣有點可怕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顯色度 是不是很厲害 那個粉質啊 那個綿滑的程度 真的是很厲害的一盤眼影 那當然他們家的單價也是不低啦 我覺得眼影盤是1000多塊 但是整體的表現就是真的很厲害的粉質 所以如果你是對於粉質 很有追求的朋友可以考慮看看 那這個圓形的腮紅 它是做刷子布丁在上面的 不過它這個腮紅本身它是有帶珠光的喔 所以如果你比較喜歡霧面的話 可能要考慮一下 它是帶有這樣一點點微微珠光的妝感 然後顏色是這種很柔和的路線 然後他們這個公關包裹很可愛 裡面附了一個復古式的相機 就是你拍下去要用底片去洗出來的那種 因為真的太久沒有用過這種相機了 然後我還問他們公關說 這個是一個模型嗎 因為我怎麼按它好像都沒有反應 然後公關還在那邊教我說 喔又先轉動這個按鈕才能按 而且它這個一個只能拍12張而已 然後拍完還要再去洗出來 我覺得蠻可愛的 然後還包了一個他們品牌的這個logo 真的現在做公關品都是要各出其找筆創意 下一個我們來看到禁毒武郎的禮盒 禁毒武郎他們就是自律環保的一個品牌 那他們這次推出了一個義務手洗精的禮盒 有兩個香味 一個是初戀 一個是武后 包裝做得很可愛 很有少女性 五後的這一瓶的話 橘色的五後 是融合了棉花、藍色羊柑橘和甜色香 初戀的這個呢 它是結合了土耳其玫瑰跟紅玫瑰兩種不同的品種 再搭配粉紅胡椒跟覆盆子花香調的那種 初戀的細膩香味 哇他們好會形容味道喔 如果是我來形容應該講不出來 下一個我們來看到的是帕奈爾的包裹 他們家的那個 雞雪草亮白氣墊非常好用嘛 那現在呢 又推出了霧面版 不曉得你們還記不記得他們的亮白款是白色的包裝 那現在霧面款變成了這個霧灰色 兩個都看起來超有質感的 那亮白款就是保濕款嘛 霧面款應該會是更控油的 然後他們現在在寶雅也有上架了 所以可以到會上去試色 味道聞起來就跟那個亮面款一樣 是有個雞雪草的香味超本的味道 我在手上試一下 感覺也是高遮瑕度的類型 雖然它是霧面 但是我覺得它沒有到真的很霧欸 還是帶有一點微光澤感 可能是因為韓系的品牌 還是會做的稍微有滋潤度 就不會是那種超乾超乾的霧面 嗯這個我還蠻期待上野的 因為現在天氣還蠻熱的 應該會很適合這種霧面的氣墊 我再來試用看看 那他們還有寄了亮白氣墊的21跟23給我 那這兩個全新的也送給你們 他們還幫我補破了一個雞雪草護膚 這個非常的好用欸 我還有另外一盒用到剩三分之一了吧 啊這個還沒開過啦 反正它就是一個舒緩補水的棉片 然後它的棉片很柔軟之外 它的形狀還做成一個像豌豆這樣子的形狀 就可以讓你很貼合臉部的曲線 這個也是很好用的 再來我們看到這一袋是美博士的 美博士他們家的產品我也推薦過很多次 但是真的都是很好用的 像這個面膜我覺得也很不錯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他們家的這個清爽防曬乳 也分享過很多次了嘛 就是這個藍白色的 應該就不用太多介紹了吧 我真的講過很多次了 然後還有他們家的這個B3的抗痘 也是講到爛掉 我會把它擦在這裡啊 比較容易髮際線啊 咱們痘痘的地方就會改善蠻多的 他們家的東西我是真的講到爛 我都擔心會不會有人懷疑 我是不是在偷偷業配 但是沒有 這一集是沒有業配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也是抗痘的 是I do care 這個韓國品牌的 控油水凝乳跟舒緩滾珠棒 雖然我是有點疑惑說 這樣子的滾珠 它如果說塗在痘痘上面 這樣子再滾回去 是不是會有點不好 它是說壓力痘、生理痘、胸痘與背痘 就是用它來這樣子滾 可適量塗抹於太陽穴後頸部位 就是按摩舒緩疲療啦 可能就是有一點像那種 清涼的精油的概念吧 如果是這樣用的話我覺得應該是OK 但是塗在痘痘上面的話 衛生上面比較有一點疑慮 茶樹控油水凝乳的話 當然就是控油是比較給油肌朋友用的吧 那這組就是一樣送給油性肌部的朋友 好 下一個我們來看這袋好了 安咪咪的話呢 欸 好像不算是新品欸 說到安咪咪是不是後面還有呢 為什麼還在安咪咪啊 這個 這個也是安咪咪的 先來看新品好了 防曬妝前女 就他們這支之前有推出粉色跟紫色 還有透明的版本嘛 那這支是推出柔膚色的 其實我還蠻期待的 因為我個人的膚色如果用到那種 較強的產品 就會比較容易看起來很慘白 所以他這次推出膚色我還蠻期待的 就通常來說啦 膚色都會比較自然一點 蠻好 看一下他的指定 乳狀的妝前乳 也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潤色的防曬來擦啦 感覺也是有一定的提亮效果的喔 我先把它推開看看 我現在講話會有點快 因為我們怕這個影片的時間會太長 是不是還蠻自然的提亮對不對 不會有怪怪的顏色 另外他們還有一個柔膠蜜粉餅 也是柔膚色的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柔膚色的 真的蠻細膩的耶 因為我現在手上沒有很油啦 所以這樣有點看不出來 可能我之後再找一集實際拍上臉給你們看 我覺得看起來妝感好像還蠻不錯的 然後他們還附了他們的這個唇釉 這個我之前也有做過全試色的跟我妹妹一起拍的 所以這三支呢 我也是全新的送給大家 然後這邊同樣也是阿咪咪的持久粉底液 欸這品是不是之前有開箱過啊 不是新品 這個 源頭的這個 我有開箱過 01號 這個也送出去了 這一個柔膠蜜粉很可愛 還推出一個迷你版的 我們應該有看過吧 這個白色的柔膠蜜粉 然後迷你版是長的 這樣子是不是很可愛 就是比較方便攜帶出去的版本 最後還有一個定妝跟物 這個我也有用過 可是我真的沒有印象的 真的是蠻久之前用的 我好像還有一瓶 這瓶新的也不要開了 送給你們吧 Pony Effect這邊也不少東西唷 欸有兩條這個水透光妝前防護褲 可能是重複劑的 就是這條很好用的金色的妝前乳 它就是高防曬係數 然後又是保濕度比較高的類型 所以還蠻適合乾肌做為妝前的 這應該不用再介紹了吧 也介紹過很多次了 就這兩條送給你們 全新的 還有一個是他們的遮瑕盤 這個我之前也有做過詳細的介紹 就是這個最新的四色的遮瑕盤 非常的好用喔 那這盤全新的也送給你們 絕對控油烘焙蜜粉 這個我好久以前有用過 我印象中它是控油度蠻高 是比較適合油肌的蜜粉 持久定妝噴霧 這個我是蠻有興趣的 因為我有點好奇它跟植村秀定妝 可是我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我會再試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 林岸成親膚柔霧粉底 這個我很好奇欸 它的包裝拿起來 超級重的 四四方方的包裝 然後這個玫瑰金色的頭 就是看起來很時尚 這個我也會再來用用看 下一個我們來看到 尼靜絲的禮盒 他們竟然出了洗髮精欸 因為尼靜絲我印象中都是保養品的產品 那他們這次出了兩款洗髮精 一個是控油蓬鬆洗髮精 一個是保濕柔順洗髮精 我上次有偷用了一下這個控油款的 因為我自己是蠻油的頭皮 但因為我只有用過兩三次欸 所以還沒有什麼完整的心得 所以這瓶我可能會再用用看 那保濕款的這一瓶呢 我的頭皮的膚質是不太適合的 所以這瓶我會把它送出去 他們的禮盒也是做得好用心喔 超美的 說到尼靜絲這邊還有一個 也是他們家的亮白淡斑精華 還有一瓶超級中淡斑靜膚精華 我記得這個淡斑精華是他們家的一個明星商品 他現在呢有升級亮白因子增量29.7% 不添加酒精香精低名不易刺激 所以我是還蠻好奇 因為我用它之前 舊版升級以前的 是稍微有點刺激的 所以這個新版 我可能會有興趣再用用看 另外這一條超級中的這一條呢 它就是高濃度2%的熊果素 也是一個美白類型的產品 就是長很多嗎 就是生理期 然後我就有點不敢用到刺激的東西 所以等我皮膚的狀況穩定一點的話 我會考慮再來用用看 再來呢 這邊有一個Orbis的卸妝油 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用卸妝油 這一瓶是叫什麼名字 它上面實在是白白淨淨的 我要查一下它的品名 沈浸卸妝露 就是這一瓶 這個我也蠻有興趣用用看 你知道因為我之前買了那個 植村秀的卸妝油 它不是都有賣那種很大一瓶的嗎 然後我就是在母親節檔期的時候 買了一組有超多瓶的 然後它已經過期了其實 已經過期好幾個月 可是我還沒用完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死命的 把那瓶用完 因為它很貴 我就捨不得把它丟掉 所以我現在死命的要把它用完 還沒有機會拆這瓶來用 但是我對它是蠻好奇的 然後他們寄來這個公關盒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那種小花 它真的鮮花在旁邊點綴的 但是想當然就是小花 沒辦法活那麼久 欸我先把這個 把它開掉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它一直在後面看著我們 好可怕喔 這一個品牌呢 是韓國的一個香氛品牌 叫做Julaini 他們就是出了這個 香氛媒體髮 髮妝噴霧 然後是在屈神市獨家開買的 就是主打說可以噴頭髮可以噴身體 還可以噴室內就是一個香氛 那我自己有噴過 它的香味是好聞的 就是那種香水的味道 可是真的還蠻重的 就是像我家的房間啊 我拿起來噴一下喔 噴一下 全家都會非常的香 所以我有一點點不敢想像 如果它是噴在身上 或是噴在頭髮的話 那個香味可能真的會蠻濃郁的 但是是好聞的啦 只是會很濃 然後他們同時還有推出這種 涼感的香氛濕精 這個我還沒有用過耶 我現在隨機來開一包 因為我現在還蠻熱的 它就是去除汗味瞬間降味 來開一包這個日落小湯藍的味道 裡面就是這樣子的獅子精 拿出來就是一個好香的香水味道 感覺有點像在擦汗的同時補香水 因為它的味道就真的是香水味 然後其實也是真的還蠻濃郁的味道 我來看一下它會不會黏黏的 因為我很怕這種濕濕會黏黏的 好像目前是還好 你們有聽到那個卡拉卡拉的聲音 那是因為我老公在幫我拆剛剛那一大堆的紙箱啊 包括他現在在幫我整理 所以你們可能會一直聽到一些雜音 但是沒辦法 我家太巧了 一定要趕快把它們整理掉 不然會沒有地方走路 然後我家的狗沒地方走路 他就會在那裡呆呆叫 然後這個噴霧 因為有很多瓶啊 我可能不會每個香味都要用 所以我可能也會挑幾瓶送出去 還有濕巾 也挑個一兩包送出去吧